其實剛開始在一起 他都不太會說 你拍得不好 慢慢熟了之後 他就會說 為什麼這樣很醜 你拍得真的不太好看 然後到最後更熟的時候 就會說 你拍這什麼鬼東西 那你既然已經從前面就有感受 你為什麼會增加 增進你的攝影技術呢 我就是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到現在就是很滿意 問一下你們男生 對於帶女伴出去 要拍照這件事情是什麼感覺 快樂 他的表情也太苦了吧 我覺得他是循序漸進的 一開始你帶他出去的時候 他就說那你拍照 其實剛開始在一起 他都不太會說 你拍得不好 但他就會說 好 謝謝 你就會發現 他根本沒用這些照片 對 自己可以感覺 慢慢熟了之後 他就會說 為什麼這樣很醜 你拍得真的不太好看 然後到最後更熟的時候 就會說 你拍這什麼鬼東西 就直接講鬼東西 對 那我想問你 那你既然已經從前面就有感受 你為什麼會增加 增進你的攝影技術呢 我就是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到現在就是 很滿意我 喔 喔 可是我現在厲害到 我還會幫他修圖 修濾鏡 然後弄角度 然後拉腳長 腿長 整個就是楊太太要對套入座 再丟給他 然後跟你講 這些我已經幫你修好了 是嗎 你的臉自己修 馬上兩位PK一下 手機借我一下 好 來 你們拍他 這麼突然 我們把它拍 拍誰 若其站起來 我站起來 你幫他拍 看誰拍得好 你們兩個去 我們女生就是要腿長 腿長的 瘦瘦的腿長 他很好拍啦 他很好拍 他很好拍 一 二 他高次上來 一張 我們看看 可以上訴嗎 沒有 沒有 就一張還有什麼上訴 沒有 來 我也知道 那個腿長那個方法 是要這樣嗎 翻過來 是吧 美行的 你看 就光一個反用 學小優哥的姿勢好了 不用趴了 你贏了 真的 真的 你現在再來試一下 你給他 就是給他感覺 告訴我完全正確 你把照片 那個相機反過來再拍 反過來拍 要上反過來拍喔 也要這個姿勢 對 然後你兩張 我給你看一下 我反過來拍 這樣 有沒有 不是叫我反過來拍 學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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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聯繫一下楊太太 她們到底是怎麼保持關於 他維持了祕訣 有啦 我知道這招啦 我知道反過來 手機反過來拍 就會推廠 這就這麼簡單的 但我是追求自然派的 所以我老婆也習慣了 對 她開心就好了 你們的太太 真的脾氣得很好 我跟你講 我覺得你們要學揚聲搭 是嗎 她說什麼 她從來沒有幫我拍過照 蛤 她說到這個地方旅行 我說這好漂亮喔 我幫我拍張照 小姐用眼睛記錄 她說你看你這個美景 然後你放一個人在旁邊 那這樣有什麼意義 因為你也很美啊 這樣會悔壞 她說你要好好的 好好的感受當下 用眼去把它記下來 不然你看你拍的照片 回去也不會看 你就是只會 會啊 會啊 我有那個資料夾 我去哪個國家都有照片 我知道 那你會不會想拍 我會啊 她說 其實我教你喔 我教你 因為我之前我先生也是說 你幹嘛只拍照 她說要自拍 其實你知道嗎 我就跟她講 人的記憶不可靠 你覺得你來過 因為我們以前會覺得 來就是用身心靈去感受 就是你會忘記 沒有要拍100張 我按個兩三張 就是所謂到此意有 但是你再回去看到這些照片 都好像都是一篇日記 對 當時去過這地方 下次就跟她這樣講 後來我老公就現在 一直拍一直幫我拍 對 你要說服她 對 你要換你去說服她 對 你要給她一個利用 她就跟我說 你看這個自拍腳架有在打折 妳要不要自己買一個自拍腳架 還要打折的時候嗎 她說這款剛好是比較好自拍的 然後我有時候真的忘記帶 她就說你沒帶 那沒辦法 對啊 她已經跟我講 要用自拍腳架 我真的很棒耶 你看我們製作人 都已經全投印了啦 現在好一點 現在會啦 她就按個兩張 所以我對她只要幫我 按這兩張 我就覺得 謝謝你 謝謝你 很感謝 就不會有太多怨言 就不會說你拍這什麼鬼照片 男生啊 要小朋友一下 要鼓勵 對 要說你好棒 你真的做得很好耶 不管她拍得好不好 你都先一點點讚美 對 我跟你講你一點點讚美 因為她屁股會翹起來喔 屁股翹起來 她就會增進自己的技術 對 你罵她 反而她會生氣 所以她就不跟你拍了 沒錯